哪一個人是你自己覺得 還特別或是印象最深刻 覺得最帥的 身體都不錯啊 體重 李維廷 裡面居然不穿 我覺得是蠻創新的啦 當然那也是他的風格 他的特色之一 因為那時候去試西裝的時候 就是 剛好我們那時候試的時候沒有戴白色衫 然後他就 他就叫我先試那個西裝外套的大小 然後我就試一試 然後我就穿出來 然後大家就說 不然就這樣不要穿好了啦 然後那個 我們那個西裝店的老闆就說 欸 好像可以喔 然後他就叫我這樣穿了 翻直尾吧 這種灰色的 灰色的這種穿到我覺得蠻好的 直尾吧 直尾我覺得 因為我跟他今天一起去看了 可能是因為 高唱向王 穿什麼都帥 那時候我選這一套 是因為他 他走一個復古風 然後搭配這綠色的襯衫做點綴 所以後面就覺得這套蠻酷的 然後也不會容易跟別人撞衫 所以就選擇這一套 然後搭配這個小青棋的憋針 對 就是蠻好煩的 對 小白 小白 我覺得小白吧 小白白又塵 看起來蠻 真的是感覺蠻 年輕的感覺 對我覺得是我以後 如果還有機會再跳下一張西裝的話 感覺可以跳亮色系的 其實每個人穿的都 可能真的比較正式 那我可能就是會比較走一種清新的感覺 可能是我整個人的感覺吧 因為我可能比較白一點 膚色比較白一點 所以我比較喜歡走這顏色的 其實我進去的時候看了蠻多套西裝 其實第一眼對這套西裝 就是第一眼就不想換了 因為感覺真的蠻好看的這樣 對 我穿那我就低調低調 我覺得光是留給球員 但我今天這個我還是希望就是以身作則嘛 因為要求大家都希望鄭莊出席 從球員然後到他們的親屬 包含我們的整個工作團隊 對所以慢慢我覺得這個是文化 然後球員進入職業 我覺得做什麼要像什麼 然後什麼場合要穿什麼衣服 這個也是一個禮節 然後進入職場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那我今天覺得小朋友 年輕選手都蠻時尚蠻潮的 其實每個球員都有不一樣的風格 有格子的啊 或是比較傳統的啊 各種不同的風格 哪幾位選手是讓你印象比較深刻的 有 其實我有傳訊息 唯一的就是給小白一件事情 就我沒有給他多餘的 我說可不可以穿新的一套 帥的 就不要一套好像每個場合都看的是一樣 我說這個是大家會看到 欸星星不一樣 他今天傳的真的不錯 就是 比這北卡 北卡蘭的這種 天空藍配色 然後三件事 那是 比較英倫風的這種概念 然後他又可愛可愛的 再這樣白白淨淨的 那個蠻加分的 在那邊 是我 是 我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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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